记得要按订阅 有需要达摩祖师专的影片连结 请留言赋予妹了 一句武登会员 卷一有讲释迦牟尼佛传法禅宗的一段故事 话说 有一天释迦牟尼佛在灵山会上说法的时候 手持一朵鲜花示众 但是众人皆面无表情 不解禅意 只有磨喝家业面露笑容 释迦牟尼佛看到磨喝家业的笑容 就说 无有正法眼葬 涅槃妙心 实相无相 微妙法门 不立文字 教外别传 附主磨喝家业 于是磨喝家业成为西天禅宗出祖 后来传到西天禅宗二十八祖达摩祖师 才远渡重阳 至中国传禅宗法门 年华微笑就是禅宗不言传心的重要法门 达摩祖师移到中国 第一场传法 就用最高法门传法 看看影片中 每一个在等待奖金的和尚都在做什么 心在想什么呢 现在来看看这段影片 师兄 达摩大师已经到了门外了 那还不叫众人准备迎接 我去告诉师父去 是 这段影片中 师父 佛地托佛 大師不辭勞苦, 東來傳法 實乃中土之福 貧僧會員今日接待大師, 深感榮幸 出家之人不必多禮 大師, 你的隨仲怎麼還沒來? 並無帶來 那麼你的經書呢? 也沒帶來 師父, 這是怎麼回事? 那是精通佛法, 一定精在心中 各四主持聆聽大師講經 請 別忘了 聖詞 幾度 怎么回事啊 不知道 师父 他为什么不说话呢 可能是天主 多敏多活 山盟 现在开始讲经过 打磨大师 你这样就走了 山盟 不得无礼 这是他无礼 山盟 你们是不是有什么地方怠慢了达磨大师 没有啊 那么他为什么不讲经啊 我怎么知道呢 达磨大师他是带着笑意走的 啊 我明白了 你明白什么 可能天主僧人讲经不用口啊 他不用口怎么说话呀 记得要按订阅 有需要达磨祖师专的影片连结 请留言赋予妹了 在等待的过程中 每个人的心性都被引动起来了 助持果然修行深厚 心平气和地拨弄佛珠 我想助持的心中再念诵佛号或佛经吧 有人应该是心中急躁为何还不讲经呢 另外 达磨祖师每翻一卷佛经 也许有人已默念了一遍了 积极修行的和尚应该不会胡思乱想 应该都在念著或想着自己的熟悉经书 有人悟到天主僧人可能讲经不用口 达磨祖师没有讲经 但大家都已把佛经想过一遍了 虽是无为 却是有为 然我觉得禅宗法门重在行 而非讲经 从后面祖师的引导中 都是透过几位和尚的作为 去点拨学佛的根本 而非只重理论或做表面功夫 例如祖师以摩瓦成静 来引导坐禅成佛的表面修行 坐禅是要修根本 是要忏悔自身 是要清除累世的尘业 找回那颗清静的本心 本性的 光坐在那里胡思乱想 怎么可能成佛呢